歌手在台上带来英文歌曲 跟腔有力的唱腔 让台下观众印象深刻 还有精彩的双人舞蹈表演 一连精彩节目 让台下阿公阿嬷 看得是相当开心 台湾之光 二胡女神 冯启杰 带来多首精彩的表演 和台下国外之家乐民 社工们一起互动 炒热现场气氛 然后今天来跟北极星 一起来参加这个餐会 觉得做工艺真的很开心 就是看到长辈们那么开心 然后鼓掌就觉得非常有意义 这群中华北极星爱心关爱演艺协会的表演者 多才多艺新年到来 特别到博爱之家带来欢乐 向长辈们拜年 我们平常都是有上班族比较多 那我们是因为就是会一些歌唱啊 才华啊养育这样子 然后来进一点微薄的力量 来跟爷爷 把那个长辈啊表演给他们 让他们开心 带给他们欢乐 一年串的精彩节目 像我们的舞蹈老师 都是老师级的 特选的 我们的 像我们的歌手 都是前三名 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一些 不管是美女 帅哥 都是很出众 很有才华 在各大的安养院哦 告诉你 我们是排名冠军哦 出席活动的副市长邱佩玲 就向长辈们一一万好 也和博爱之家董事长林水木 闲话家常 过程中 林董事长透露小故事 也让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动 今天很开心 可以来到博爱仁爱之家 尤其看到林董事长倍感亲切 他刚才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父亲在当省主席的时候 民国73年 那当时后来林董事长当了林市长 是基隆市的市长 他讲了说 当时基隆市的警察局是非常的破旧 爸爸在当省主席的时候 拨了一笔大概几千万的预算 所以打造成今天的基隆市警察局 我觉得非常感动 原来我父亲做的每一件事情 照顾地方乡里 都是将来给我们后代子孙 最棒的一个恩责 我想我像今天当基隆市的副市长 也应该用这样的精神去做 那代表谢国梁市长 跟大家种开运红包 也祝博爱仁爱之家 每一个叔叔伯伯阿姨新年快乐 罗暖区博爱仁爱之家 博爱家园 举办了春节餐会 邀请演艺团体带来精彩表演 也让长辈们感受到 外界对他们的关心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道